中共二十大登场 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被认为将打破传统 迈入历史性的第三任期 开幕会上他发表政治报告 针对台海问题 他表示坚决反对台独 我们坚持以最大诚意 尽最大努力 争取和平统一的前景 但绝不承诺 放弃使用武力 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选项 习近平三次提到台湾问题 强调台湾问题是中国人自己的事 要由中国人来决定 总结五年对台政绩时 虽然媒体久而共事 但强调反台独反分裂反干涉的决心 坚决反对台独分裂行径 坚决反对外部势力干涉 牢牢把握两岸关系主导权 和主动权 今年69岁的习近平发表谈话时 多次咳嗽清嗓中断喝水 而且谈话只挑重点 前后大约两小时结束 这跟五年前十九大时 他讲了三小时的全文报告 几乎没喝水有些不同 而习近平对于疫情 还是强调人民至上生命至上 坚持动态清零不动摇 开幕会八十岁的前领导人 胡锦涛一头白发 由随护搀扶 入座时习近平还特别服了一下 但高龄96岁的江泽民缺席 被认为他的影响力也逐渐消失 记者李清 陈真帽 北京采访报道